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是赞的盲村就开始绕后了 也是很早的就走到了T1的野区在这里找机会 等半分钟后T1小吕布走过来时 赞的突然摸眼杀出 一脚回弦踢就把小吕布踢回来秒了 金克斯一倒这T1就没有了持续输出 连锁反应凯瑞亚和宙斯也先后倒地了 随即龙星拿下大龙 而这一波也成为了这场比赛的胜负点 龙星也是最终翻盘了T1 主要是正面T1应该也抱了 一直没有看到 直接一脚踢过来 我的天 真的秒掉了 这个机会居然找得太好了 不过这边闪现一截上一个大招 旁边这里又一勾 勾到是一个吉斯 金克斯倒了 这个团没法打的呀 凯尼亚盲森关键的回旋踢 拼了命的Kerry 在DK对战KT的比赛中 二十几分钟火龙团战 正哪一边都不准备让 于是双方集结 凯尼亚盲森Q正男枪后 立刻二段飞过去 空中摸眼阿闪就把滑板鞋给踢回来了 速度之快 让有闪现的滑板鞋都没有反应过来 瞬间就被秒了 滑板鞋遇到KT这边也就撤了 而DK也收下了这条火龙 顺便说一下 这场比赛 看面是又带节奏 又是空龙 最后四条火龙强势带队 赢下了比赛 小吕又踩他 但是没有踩到人 赖不着 直接T2回来 2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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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一点点点燃的伤害 凯尼拿到了这个人头 小吕布面对三人包夹 灵活走位 化险为宜 在T1对战农心的比赛中 11分钟小吕布挂着猫在下路 冰线快进塔了 这农心立刻叫上打野前来包下 面对三人包夹 小吕布非常冷静 先用进化解开日女大招 然后走位躲开日女和金克斯的异技能 随后左右开扭 来回走位又躲开了赵姓的致命W 在对面一看控制技能全空了 也就知去的离开了 这一波只要小吕布吃到任何一个技能 那么都是必死无疑的 准些都准 三人想要跃下下路 下路新花 写一下 四节现在大招是还没有好的 股票游戏在塔下左扭右扭 猫咪已经出来挡伤害了 超位永恩精彩绝伦的开团 后续队友完美接力 在真净对战沙盒的比赛中 18分钟真净在这打先锋 这沙盒非要过来抢 结果没抢到 反倒被后面赶到了超位大众了 随后小花生也进场大招拉中三人 虽然格温反手一套伤害也不低 但是也就这一套了 打完就没了 接下来就到了齿蒂和多兰的时间了 齿蒂开着大招追着对面打 多兰也远距离的一炮轰死了两个人 剩下的恶菲洛斯也被齿蒂扛着塔 两下Q死了 刷也真的刷了很多 他也被抢但没有被抢 闪现一弓勾到了塔姆 吃虚大致塔姆 攻城群的燃再打到两个人 再一个角落的一二进场拉到三个人 传战真的是美如画呀 齿蒂开一个苗苗躲掉了格温市民意见 又一弓勾到这个配合上超线爆闪的鲁勒 但鲁勒这个位置因为Q会被打 直接电到配合上旁边多兰的这一炮伤害 让多兰拿下两颗人头之后 最后的收割由鲁勒成功达成 而且超位对于这个补兵的职业 他直接踢到下面补兵去了 他不愿意多浪费任何几秒钟 你还失望不了他 是的 十元上的T1完美团战打得甚是精彩 在T1队长浓心的比赛中 15分钟 首先小吕布在中路又狂风躲了日女和金克斯的技能 面对刀妹阿闪 小吕布只能闪现拉开 而这是一旁宙斯的纳尔怒气一满 变大之后闪现一巴掌 配合小吕布的青灰叶宁 瞬间炸出了一片花火 日女倒了 金克斯翻墙了 刀妹也上来拼了 但是没有换掉小吕布 同时刚才逃跑的金克斯也没能跑掉 被追击上来的阿门和猫手下了 这波节奏对于农心来说是非常致命的 我看到两边对拼了一幅 这边直接直接拍拍到两个人去过夜宁 炸出了一朵火花 周则还有最后一点血 这边过去 想用墨鱼飞的摸这个人头 摸摸一下 而最后一下 用自己摸点中张拿到了人头 对的苗表 但是小龙 阿门已经在打了 并且不让你过来 周则刚刚好变小 罗是谁的 这边上赵心戳了下来 赵心把罗拿下 但是正面上赵已经崩溃 上子弹辅助阵亡 原地开了一个金针之后 现在罗那儿赶紧摸了一下队友 让阿费六四收下赵心的一个人头 鬼鬼在原地 双圈男第八手啊 比利地应该也没了 上一来有机偏望 没有踢 有剑 直接踢中路 带兵线 第二局是爆发了非常多的人头 但是非常可惜的 还是输掉了比赛 那进行了怎样的一个反馈呢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还是优势非常大的 那可能到了中期的时候 大家都想打 拿今天的POG吧 所以说打法上也变得 有点奇奇怪怪 那其实我今天 我的队友们都特别 对今天POG特别有野心 但还是我拿到的 非常开心 尤其是顾玛游戏选手 我觉得是从 我觉得我今天的POG是突然手上抢过来的 所以说心情特别好 节目的最后呢 各位看看老爷都懂的 别忘了给丹梦点个赞 关个住吧 我们相约下期 不见不散 拜拜